出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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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屏 那我們今天去玩一下我們貓咪大怪盜喔 那 昨天基本上就是用我們的木箱 開到了我們一個超級稀有的那個視頻啦 那 新的玩意希望可以開到更多我們的視頻囉 那最近的話基本上也有偷到我自己層啦 所以我還是覺得蠻有趣的囉 好 接下來看一下我們的公告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應該是沒有什麼其他的東西 那就繼續期待一下我們的公告囉 那今天的話這邊有順利被偷欸 所以還好欸 感覺他有時候還是會被偷 有時候還是不會被偷啦 所以大家的話可能就是 盡量就是去看一下到底要不要把寶箱開好喔 好 我們今天就先來看一下寶箱 所以有時候會被偷 然後有時候不會被偷 所以這個的話真的是有點難去拿捏喔 就看一下大家是不是很需要這個寶箱喔 我覺得就是如果有看到我們的超級稀有寶箱 或是我們黃金級的寶箱 就是盡量就是把它去開起來啊 這樣會比較保險一點點喔 但是如果你真的確定你基本上都不會被偷的話 我是非常建議大家可以就是讓我們的那個 強貓伯伯就是去開一下自己的寶箱 因為他幫我們開的話我們就可以用更少樣的鑰匙 來去把我們寶箱全部打開這樣感覺喔 因為他都會先幫我們一起把一些比較 長的一些就是人條啊 直接把他先開起來 這樣其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這邊的話沒有問題 開完了 我記得外面我們還有鑰匙可以領喔 看一下 還有十把可以領 我們就先領出來 然後把我們這個黃金的寶箱開起來喔 我覺得我最近對我的那個黃金寶箱跟木箱 真的是抱持了非常大的一個信心了 因為感覺每次都是從這兩個寶箱裡面 開出我們那個超級稀有的東西喔 反而是超級稀有寶箱 都沒有開到就是比較厲害的喔 好 來看一下 稀有的 沒問題 好 那我們今天就繼續來偷一下喔 現在已經是1947分了啦 感覺下一個聯盟是2300嘛 所以大概是今天或是明天的話 是有機會可以來到我們下一個聯盟的囉 所以接下來就要朝我們聯盟6賣進啦 你先來看一下天下第一層 好 我就看一下你哪方面天下第一 看來應該是罐頭陣的 沒有錯喔 那罐頭陣的話 我覺得啦 欸 盡量不要就是去連財幹 因為他這邊的話應該就是 都會放下面 好不好 那我們就先這邊走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狗仔會過來 沒事的話這邊中間應該也是我們的寶箱 然後下面的話應該就是 看一下有沒有寶箱喔 下面也是寶箱欸 那這個的話就看大家怎麼認為啦 我覺得這兩邊應該都是罐頭喔 然後應該是中間的那個 或者是右邊的那個 所以我們就盡量走原路啦 因為走原路的話我們只會踩到一個罐頭的那個量 就不會殺傷力這麼大的感覺喔 因為下面的話 好 但我沒說 哈哈哈哈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應該是中間這個啦 來看一下中間這個 希望是喔 好 中間這個的話呢 我覺得上面也是罐頭 然後左邊也是罐頭 然後 哇 看來只能走左邊了 好 我們就走過去 然後旁邊應該會有一個寶箱褲 欸 這冰屍居然是冰欸 我以為是罐頭陣結果不是 看一下左邊有沒有狗仔 好 左邊沒事喔 走 好 沒事 往上走 Nice 嗚呦 好險喔 所以 他這個是尾罐頭陣欸 因為我看起來就很像是罐頭陣 結果他不是喔 自以為是罐頭陣的那個胎名喔 沒問題 好 這邊是我自己判斷錯誤 但是好險還是有把我們那個寶箱拿到喔 1992 沒有問題 好 沒問題 那我們就繼續來偷 那邊有一個那個香蕉的話 就代表那邊的話應該是有我們的狗仔 在下面那一層的喔 通常是這樣才會放香蕉啦 所以大家可以依照這個來去判斷一下 他們的陷阱當然是長什麼樣子 這邊是一個蘋果樹 那蘋果樹的話這邊 既然我不能往上 我就往上啊 一定有問題啊 然後這邊是我們那個飛碟喔 這個吧 猜錯了 那邊的話飛碟旁邊有一隻狗仔 然後代表下面那一層是有那個香蕉的 我們這邊的話基本上都看過了 那就來看一下這邊到底有什麼東西喔 我覺得這個版是比較難搞一點點的 因為這個的話它不會告訴你就是有什麼東西 這邊是那個 來看一下狗仔往哪邊走 往右邊走的話 這邊我覺得那就是 欸?! 不是 這邊又那個了 又那個了 又給我自動往回走了 我們就直接換另外一隻吧 代表這邊的話應該是有什麼東西欸 因為那邊有狗仔喔 那這個地方的話應該是有什麼東西 來看一下 好 這邊一隻狗仔 這邊有別人 這個寶箱真的 有沒有 大家可以依照這個來去判斷 因為那邊有一隻那個 叫叫擴運器的話 那這邊的話這一排它有可能會不想讓我們拿到什麼東西 所以這邊一定有鬼啦 大家可以依照這個來去判斷一下 就是整張地圖的一些概念喔 不過你就知道對於這些陷阱會非常熟悉 或是你可能就知道 這個階段大家會用什麼陣這樣的感覺喔 所以這款遊戲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如何去判斷一下他們會用什麼東西 這樣子的感覺就沒有問題了 又成功了 拿到我們一個寶箱喔 寶寶台 2067 沒問題 好 就繼續來偷喔 感覺今天的話呢 手感還算是不錯 目前是兩戰兩勝喔 還沒有敗喔 哲平粉絲成 好 你好 偷爆你 這應該就是我們的那個水桶陣 那水桶陣比較麻煩就是因為他會一直消耗你的血量 所以水桶陣的打法大概就是要努力的 就是先找到哪裡有寶箱的位置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好 我們就直接切入了 好 這邊有兩隻狗仔 然後這邊有那個水桶 代表的話呢 可能這附近有什麼東西 好 這邊 這是罐頭喔 下面吧 好 看一下這邊有什麼東西 這邊的話沒東西的話 看往右邊走 果然 那看來是三個都在這裡的感覺喔 那我們就猜一下 一般來說 大家通常中間都不會放真的 都會放右邊吧 很多人都是放右邊喔 好 那看來這個的話應該是放左邊的 我們來測試一下看看是不是這樣子 就到時候全部猜錯 這邊的話這個陣線還蠻特別的 喔 有啦 這邊有放罐頭啦 所以還蠻正常的 然後尖刺 又是一個水桶 哇 這邊有點小尷尬了喔 可能會輸喔 這邊吧 欸?! 居然是個放中間的 好 輸給自己的判斷了 呵 不愧是 哲平本師城 敗了敗了好不好 哲平 甘敗下風 居然是放在中間 好 這個我倒是沒有想到喔 但是 其實後來的話那邊 我們應該也是拿不到了 因為這邊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蠻尷尬的喔 好 沒關係 我們就繼續偷一下 嘿 其實觀眾真的還算蠻厲害的 不過剛剛其實是我自己存啦 因為自己 自己想說應該是那個 右邊的 好 這個是我們的貓咪大大城喔 好 貓咪大大城的話 基本上是建議大家 如果有一些就是一開空白的地方的話 就可以先走 免得自己受到一些傷害 那這邊感覺的話 應該是比較偏上的地方喔 好 先看一下有沒有狗仔 沒有的話我們就往上走 電網喔 電網的話 這邊的話 沒有放東西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先往這邊 哇 電網流 這電網流真的有點浪費時間 不過我們就先往上走吧 好 這邊果然是有 然後看一下有沒有狗仔 有一隻 那就是這個了 那他走過來旁邊還沒走過來的話 就代表左邊是安全的 那我們就可以先往左邊走 好 我們就先往左邊走 再往右邊走 這樣的話基本上他就抓不到我們了 好 罐頭沒關係 就往右邊走 因為我們走快的話 就是蠻犬會睡覺啦 然後我們就可以往右邊走了 然後就算是罐頭也沒有關係 但是 我想說聯網 我直接被... 我直接... 我直接被搞到一個... 無言 我以為那邊沒有東西 但是這個還蠻聰明的啦 但是我後來還是把他破掉 好險喔 這邊玩到最後突然覺得 發生了什麼事情 瞬間無言 我就直接沒講話了 那邊真的很好笑喔 好 再來是面對的是我們乘量行程喔 看一下這一層 能不能變成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場喔 如果順利的偷到的話 我們今天就可以在這邊做一波關台啦 來看一下 先進去拿一下包裝寶珠喔 因為寶珠真的很重要 那狗仔在比較上面的話 應該是寶箱是放比較偏上喔 又是我們這個 我們的電網層 電網的話就要看一下 左右有沒有來我們那個狗仔 這個吧 居然這麼簡單 沒問題喔 這邊就很棒了好不好 NICE 剛好有拆到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先看一下 我覺得應該可以做一波 看一下右邊有沒有東西 沒東西我們就往這邊走 好 是罐頭 先等一下 看一下右邊有沒有東西來 有 那我們就往下走 然後往右邊走喔 好 又是電網 電網其實這樣用算是還蠻浪費的啦 因為你只是限制人家一下子不能上去而已 但是 要看啦 我覺得還是要搭配一些東西 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如果大家是電網流的話喔 好 沒有問題 這邊的話順利 今天是有一拜 喔 終於來了 哇 我們今天這隻新手帳號 我們重新玩的帳號 終於是第一個開到我們超級稀有寶箱 那這樣 開心到有輪次了 第一個超級稀有寶箱居然是我們的四瓶寶箱啦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能 要好好來保護他一下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可能 要先掛在這邊 然後看一下他可不可以開起來了 所以這邊的話我可能要先關台 然後要先來看一下能不能抽到好東西 那目前來說還算不錯啦 因為終於是抽到我們超級稀有寶箱了 第一個寶箱居然是我們四瓶寶箱 那因為我們這邊的話呢 四瓶寶箱的話 聯盟5的話 我看一下喔 聯盟5的四瓶是我們的海盜啦 所以船長帽的話應該是可以來試試看 但是船長帽基本上他好像是加幹勁的 他的移動速度就是比較慢一點點 所以大岸的話可能要小心一點點囉 好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這邊有三張禁券就把它抽完看看 看一下能不能抽到好東西喔 畢竟已經看到我們 已經抽到我們超級稀有寶箱 就代表今天很好運嘛 我們就來試試看 看一下能不能抽到超級稀有貓貓 哇 這邊又是虛晃秘招好不好 來個爆衝的 衝破護欄 拜託 衝破護欄他才會變成超級稀有啦 滿可惜的 來 拜託 求求你了 衝破護欄 哇 沒有 好吧 都是稀有的 尷尬一波啦 不過今天有抽到我們 有抽到我們那個超級稀有寶箱還算是可以 所以算是一個不錯的 結尾啦 好 那目前來說哲平的分數是2082 還在努力往上爬升喔 已經到了我們聯盟5的階段了 接下來的話應該很快就可以到我們聯盟6了 然後再來是聯盟7 再來是聯盟8 然後聯盟8加1好不好 相信大家對哲平有信心啦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如果覺得我今天抽到我們超級稀有寶箱 很好運的話可以幫我影片點個喜歡囉 那明天早上 十點 中午 十點 跟晚上 十點 跟晚上 十點 都要影片囉 大家來看一下啦 那次 現在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看見囉 囉嗦 看看中午 囉嗦 注意到了啦 親唇